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开市感浪的环节 继续是外围方面的话题 见到美股开市前 瑞士方面公布了 取消实施了两年 瑞郎对欧元汇率的常限规定 引发到赶紧来说 金融市场有波动 而至于瑞郎对欧元方面 更加是狂升 曾经升近三成 曾经去到0.8517对1欧元 见到整个情况都很厉害 大家都很厉害 因为都是很意料之外 瑞士央行方面 就是说这个动作是经过深思熟虑 加上又有减息的动作 一下子如何消化这些消息 都要请来我们的研究部的经历 叫Five Stanley和我们讲讲 拆解一下为什么瑞士央行会做这个动作 接下来又可以带来什么效果 其实这一次这件事都真的很意外 甚至乎 你看看一些消息 这个IMF的总裁 拉加特 他都说 其实这个追市一刊的决定 取消这个欧元会对的下限的决定 他去市前呢 他都不知道 是啊 反映就是说 其实这一次他这个做法 都真的是令市 叫做一个挺震惊的一件事 当然了 你可以说这次他这样做 简单一点去看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看法 就是说 因为他都记得到 这个瑞士央行都记得到 瑞士央行有个决定 就是说 跟这个会价 和这个叫做欧元那边 有个叫做下限的协议 就是定了 基本上呢 当时就是 叫做1欧元 要对1.2瑞士法浪 这个是那时定了 就是最上限 但是 那时你可以说 因应回欧元的情况 但现在呢 基本上你会看回 真的 大家都觉得 勾元的情况 都真的很不乐观 所以瑞士央行 才有这个决定 但是你说这个做法 究竟是好定是坏 当然 如果你从昨天的情况去看 你的市场都真的挺恐慌 你突然之间 会见到 这个瑞士法浪的回率 突然间抽升了 2000点子 即是两成 令市场那一刻都相当之意外 甚至乎 大家看新闻都知道 有个别人银行 甚至乎都 改不及机 被人禁止 但这些事 你可以说 在金融市场上面 其实是十分之罕见 而且也见到一个 短短的情况 因为在过去的时间 瑞士法浪和日元 这些传统的货币 即国际的货币 基本上都有一个避兴的作用 以往的时间 也可以说是在外汇市场里面 瑞士法浪 都是一种比较活跃的货币 但因为之后 三年之前 有一个 和欧元那边 有一个 一个 叫做 变相之下 令瑞士法浪的吸引力 跌了很多 你都可以说是 少了人去参与 但昨天 就真的 近期 看看一些消息 其实在近一两个月的时间 你说是否有些春光鸭 遇到会货币 可能有这个机会 因为见到瑞士法浪的匯率 都真的的确是走强了 还有 就是说 多了一些国际的投资者 都开始 看回法浪 所以 你说这个动作 是否完全没有先兆可言 又未必是 但只不过 对于我们来说 你可以说 真的 比较远 但今次这件事 都反映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 在将来的时间 似乎 你可以说 一张之后的时间 这个叫做 全球的货币 那个市场 都会十分之动荡 但 你至于央行 这次 有什么背后的动机 除了 可能 见到央行 可能有机会 叫做 买债 可能会下跌 之外 我觉得 暂时看 最主要是 这一方面的情况 因为 我想 瑞士 瑞士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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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帮助大不大 都是两体 因为这一着 都真的可能 令到它们的经济状况 可能有机会 转差 亦都所以 为什么它会有减息的部署 就真的想希望 因为那些融资成本 希望再一步降低 希望经济的冲击 相对来说 比较小一点 但是 我相信 短期来算 因为这次这件事 可能对于整个金融体系 的金融市场来说 我想那个叫震荡 没那么快完 所以变相之下 即是变相 货币市场 我想这一段的时间 都仍然会相当波动 瑞士央行 张瑞朗脱欧 背后的动机 大概都可以理解 但是 其实是否预示了 来到欧央行的 下个星期四开会之后 其实将会宣布 全面去到量宽 其实 全面量宽 可能是一些细节 或者力度的问题 对于欧元的打击 你又怎样看欧元 每个方面的走势 都真的比欧上来偏淡 甚至乎 我自己认为 你说现在欧元行 才有这个动作 是否真的会帮到手呢 我都觉得挺两体的 当然 当日你说用QE 就是这些规模 美国就很成功 至少它做完出来之后 在经济方面的层面上 的确实现在是转强的 但是欧洲行不行 做不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因为它始终不是一个国家 它是一个联盟 问题是 联盟里面 其实很多的国家本身 它们经济的底子都很不同 你可以说德国是比较强一点 现在法国这些比较差一点 当然 德国现在说强 但都开始转强 但是当然 做的机会都很大 但问题是 你见到 在过去一段时间 这些国家自己本身 都可能就着 卖卖债 或者做其他措施 都有很多的争扰 所以我相信 当你做这个行动的时候 都有很多这些 周边的争扰 不时会发生 这个变相就是 你做的力度 一定会有影响 其次就是 我都记得太迟 你想想 美国当年都做了很长时间 而且不断有很多 几重的QE 才可以 搞得经济更好一点 但是你说现在央行才做 短期内 帮忙到手 甚至大家会关注 就是说 假设做了很多 不断人能指 你可能对成效 有可能不显著 大家反而担心就是说 输出的通胀会比较大 所以我相信 当然欧阳行 我都觉得 一定会做这个动作 但是究竟成效行不行 如果假设 到最后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都还没见过成效的话 市场质疑 压之大 所以我想对于欧元前景的看法 我还是比较深深的 好 说完外园方面的情况 和大家稍微跟进一下 港股和A股方面的最新表现 看到今天 港股方面 跟随着外园方面 就要低开 现在这一刻 港股跌122点 做24,225点 其次方面跌180点 做24,231点 高水率是1点 成交率方面 暂时有8,000多张 国企指数 跌68点 做12,121点 大股成交暂时116亿 看到也不太跟A股方面 暂时来说 外园的情况 就主导性是比较多些 因为看到A股 现在这一刻 都在升 现在这一刻 上正是升24点 做3,361点 深圳城市 升31点 做11,515点 互深300指数 升21点 做3625点 Stanley 跟你跟进一下A股方面的表现 看到A股经过早前的持续调整之后 昨天来说 又再有点大升的情况 上正是一支大阳烛 收起3,300点 但看到动力好像不是很足够 投资气氛又不是很高涨 其实A股是时候再大升了吗 其实你说A股市场 真的很难看 因为事实上 昨天的上升 就是你要插一些原因的话 就是极其量 你可以说因为有些 叫做放水的憧憬 是 刚刚讲到春景 但是其他有没有实质的原因 都真的没有什么 甚至你可以说 在IPO这段时间 交投量基本上真的不大 所以你说在一个 成交量不大的情况下 大升 究竟动力 还够不够推升上证的表现 我自己有一些保留 但始终没有 内地方面 经常说是炒气氛的 你的气氛可以保留 你的常证 有没有机会再看3,400 3,500 这些位置 我又不敢说没有这些机会 但是 只不过 如果假设 现在还未入市 现在才打算配进去 保空间真的不大 所以我会建议投资者 假设想 部署一些 可能A股的ETF的话 等一下 这些位置再配进去 我觉得食保空间 真的不是太多 虽然最后来说 A股的ETF 有点回 但始终都是比较强势 始终都是高追 大家一定要留意 谢谢Stanley的详细分析 和你做新报 过往两次提及 股份或者指数的相关资产 自己有没有持有 也没有持有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和大家分析股市方面的最新情况